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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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同一开始我所说 今天这个房子你看完之后 你会很想买这种透天别墅 因为它竟然可以这样子的规划 你怎么把它的空间 做一些楼层的配置 它这个案子啊 它的地下室是 它的家人主要的车道的进出口 所以它车子都会从地下室这样子进来 所以它主要的鞋柜那些东西 杂物都会放在那里 所以我们把玄关的元素减到最少 这等于是我们的玄关设定的部分 原则上就只有拖鞋 或者是只有一些放雨傘的地方为原则 那它的玄关柜 我知道整合在地下室 或可能进来一楼这个拖鞋的部分 是比较简单的小型的柜杞 这一面的设计就很有北欧的风格 常翻北欧的一些装潢设计的杂质 它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用这种空间 原则上我们希望就是说 柜子的比例是受过严格的控制 比如说我们很精准的设计 这样子比例的柜子 但是这样柜子会有一个问题 平常来做的话 就是我们希望它的成板非常的薄 但是外框会比较宽一点 但是这样子的承重量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这些成板整个都是 卡榫卡在一起的 所以它的垂直的成板跟横的成板 都是做成一个内侃的卡榫卡在一起 所以它整个再放再多的书 都不会有像有一些书柜会开始弯掉的一些问题 所以它的那个支撑的结构是看不到 但是你是帮它精算过的 对 不然做这样子的比例的话 大概一年过后就会接到客树的电话 会弯掉对不对 对